老江 接下来还有没有你的绝活 再吸一下东西吧 吸一下 再吸一个东西 吸什么 简单点吸个桶吧 这怎么吸呢 我们先把这个桶拿上来好吧 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来 邀请工作人员 我们老江练的东西都很奇妙 吸这个饮水机的桶啊 用嘴啊 吸到什么程度 把它吸扁吧 这个可吸不扁 把它吸扁啊 我觉得完全不可能 因为它太硬了 对啊 人的生命就是 孵出去吸进来嘛 一孵去 形成人的生命嘛 是的 对吧 这个人吹 他们就能吸 但是要把这个桶吸扁 我本人目前是不相信的 不相信加一 真的是不相信的啊 现场所有不相信的人 请举个手 老江你看到没有 这不是我挑战啊 几乎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观众都在举手啊 来 试一下 掌声送给我们的老江 这怎么吸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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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吓人了 铁肺 您这个铁肺系统 曹老师基本也被震住了 曹老师讲解一下 我先试试吧 曹老师又想试一下 曹老师要吸一次吗 不是 是这样 刚才所有人都举手 觉得不相信 只有曹老师没有举手 真的 我觉得要不这样 找一双曹老师来当个选手 老江也不要介意 在以往的节目现场 我们曹老师都习惯性踢馆 专业踢馆三十年 来曹老师 准备好了没有 安全第一 后面我还希望听到 您的扁评呢 真的假的 曹老师纯来踢馆的 曹老师你太棒了 我的天哪 专专业踢馆三十年 我再强调一遍 功夫是真的 科学道理也是硬的 要看得懂 曹老师 咱懂归懂 但是目前我就觉得 整个个人形象 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整个您的 这个唇印有点大 是 是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问题 对 那么这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说 就是说他要把这个铜 就是紧紧地贴在自己嘴上 不能漏气 是的 那么这时候呢 你猛吸一口气的时候呢 这里面 这个桶里面的气就会减少 然后你只要把桶里面的气 减少到 其实减少不要太多 外面的大气压 就会把桶压垮 用口吸气 但是要从鼻子出气 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材料 一旦当它疲劳一次的时候 第二次就容易多了 所以我是占了你便宜的 你知道吗 谢谢 谢谢 谢谢曹老师 谢谢